大家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日,歡迎收聽今日新聞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種非常獨特的健康管理方法 整體療法 整體療法是核心在於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而不是僅僅關注單一症狀的問題 這種方法的優勢在於它能夠全面改善健康狀況 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恢復能力 三高代謝寶正是基於這種理念而設計 這款產品的配方中包含多種天然植物提取物、維生素和抗物質 這些成分的共同作用下能夠幫助身體調節血糖、血脂和血壓 從而改善整體健康狀況 三高代謝寶研發團隊的負責人 陳掌紅先生在接受健康520採訪時說到 有些消費者在使用過三高代謝寶後 身體的慢性病改善了 就在健康520網站上面留言說他們在使用三高代謝寶以後 有的血糖改善了、有的血壓改善了 還有很多人表示他們的睡眠品質也有顯著的改善 而且變得有精神有活力 這些效果都歸功於三高代謝法整體療法的一個設計理念 如果你亦都希望通過這種自然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健康狀況 不妨施施三高代謝寶 令我們一起從內到外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現在馬上瀏覽健康520官方網站 即可了解更多信息 我們首先來看看國際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7月27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路波萬象》出席東盟外長會議期間 與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面 此舉正值美中在亞洲的競爭和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加劇之際 根據美方的聲明 針對中共在南海和台灣的行為 布林肯向王毅表達了美國的關注 他同時也再次對北京在俄烏戰中支持俄羅斯作出警告 美國國務院星期六說 布林肯和王毅就重要的雙邊、地區和全球問題進行了坦誠和富有成效的會談 魯窩是布林肯對亞洲為其一週訪問的第一站 他亦將訪問越南、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和蒙古 拜登在擔任美國總統期間 一直在推動深化和菲律賓、日本和韓國的關係 這個引發了中共的強烈不滿 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說 布林肯向王毅明確表示 美國將與盟友和夥伴一道推進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遠景 聲明說 布林肯強調了維護台灣海峽兩岸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 據路透社報導 布林肯與王毅的會談長達大約1小時20分鐘 一位美國國務院高級官員透露 美中最高外交官就台灣問題進行了廣泛交談 布林肯對中共近期的挑釁行為表示關切 這位官員解釋說 這些挑釁行為包括中共軍隊在台灣總統賴清德就職典禮期間 對台灣實施無以封鎖演習 根據中共外交部針對王毅和布林肯會面發表的聲明 王毅再次提出要實現統一台灣的目標 並說台道與台海和平水火不用 布林肯各務卿重申 美國將繼續採取必要行動 捍衛我們的以及我們盟友和夥伴的利益和價值觀 包括人權 美國國務院的聲明說 國務卿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南海 包括人外交採取的破壞穩定行動表示關切 並聲明美國對航行自由和飛越自由 以及根據國際法和平解決爭端的支持 在星期六和王毅會談之前 布林肯在與東盟外長的會議上 敦促東南亞國家共同努力應對挑戰 包括中共在南海對菲律賓採取的不斷升級的非法行動 他還特別提到了中共海岸警衛隊 在南海對菲律賓的敵對行動 根據中共外交部的聲明 王毅在會談中針對人外交問題指出 中方就管控局勢和非法達成臨時性安排 非法應言而有信 不得再運送建築材料 美方不得再煽風點火 近年來 中共和菲律賓的關係 因為人外交問題變得急懼惡化 人外交位於聯合國批准的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 但是中共對它宣稱擁有主權 並部署了大量船隻在那裡巡邏 還動用水炮等工具 阻撓菲律賓向擱淺在人外交上的一艘二戰軍艦 進行補給任務 中共的霸行引發美國譴責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 在俄烏戰問題上 布林肯向王毅重申了美國對中共支持 俄羅斯國防工業基地的嚴重關切 並明確表示 如果中方不採取行動解決這一威脅歐洲安全的問題 美國將繼續採取適當措施 據一位美國國務院官員透露 王毅在會面中沒有針對這一問題 向美方作出任何承諾 這位官員說 國務卿提出了關切 並重申我們已經採取了行動 如果我們看不到中方採取適當行動 我們將繼續採取行動 最近幾個月 美國和歐盟指責中共 通過出口軍民兩用產品 支持俄羅斯國防部門 並因此制裁了香港和中國大陸幾十家相關企業 7月9日至11日 在美國舉行的北約峰會期間 與會首腦們發表一份聯合聲明 稱中共助推俄羅斯戰爭機械 是俄羅斯能夠維持烏克蘭戰爭的決定性因素 聲明還指責中共 為俄羅斯的國防工業基礎提供大規模支持 美國裁長耶倫7月25日在巴西首都 參加20國集團G20裁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再次敦促中共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耶倫表示 在COVID-19疫情和其他挑戰之下 美國經濟展現出強大的人性 從而帶動全球經濟發展 耶倫說 2023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強勁增長3.1% 最新數據顯示 今年第二季的增長率為2.8% 這肯定了美國經濟正走在穩定增長和通脹下降的道路上 不過他同時表示 全球經濟前景仍然存在風險 一些國家也存在脆弱性 他強調美國必須發揮領導作用 包括加強供應鏈人性應對全球挑戰 他要求中共改變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 令美國乃至全球的企業和工人 能夠在一個公平環境中競爭 他強調說 中共將過多的資金和過多的補貼投入製造業 導致工業產能過剩 這對世界各地企業和工人的生存構成了威脅 而且我知道參加這些會議的很多人 都和我有同樣的擔憂 在此之前 耶倫已經多次向中共當局表示 中共在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板等領域 存在產能過剩 其他西方盟友也一直指責北京通過大量補貼 過度生產電動車和其他商品 導致嚴重的貿易失衡 美國和歐盟等已經宣布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 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增加了一些中國產品的關稅 對此希望之聲記者 27日採訪了時事評論員藍術 藍術說 這次峰會中 耶倫的講話主要是強調兩點 一個是地緣政治的風險 這個地緣政治風險的主要來源當然就是中共 第二就是中國的產能過剩 這兩件事說的是同一件事 地緣政治的風險是耶倫講華的重點 而防止地緣政治風險的手段 就是去防止中共在經濟上對外擴張 從另一個角度說 就是去抵制中共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傾銷 這是降低來自中共的全球威脅的一個手段 藍術強調 耶倫表示對華的經貿政策擺在第一位的是安全 擺在第二位的才是經濟利益 耶倫去年4月30日在霍普金斯大學 有關對華經濟政策的演講中 說得非常清楚 對華的經貿政策擺在第一位的是安全 包括美國和盟國的安全和人權 擺在第二位的才是經濟利益 所以基本上耶倫是呼籲其他經濟大國 在對待中共的問題上 首先要考慮來自中共的威脅 而降低中共威脅的最有效的手法 就是抵制來自中國在全世界範圍內的 這種廉價物品的傾銷 藍術認為無論誰當選總統 對於中國的經貿和安全政策 都不會有大的改變 美國在11月的大選中 無論誰當選 對於中國的經貿和安全政策 都不會有大的改變 方向上不會有大的改變 具體的手法上可能有所不同 就是這樣而已 G20的峰會它是一個經貿峰會 主要是經貿問題 安全問題有北約峰會 北約的峰會剛剛開完 發表了一個華盛頓的宣言 華盛頓宣言中說得很清楚 中共是最大的風險 所以今次的G20的峰會 主要說的就是如何降低來自中共的風險 降低的手段中 從經貿上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防止中共對西方傾銷 防止中共用傾銷這種方式打擊西方的經濟 疫情風控解除之後 到訪中國的外國人數量並沒有回升 近期中共不斷單方面開放免簽國 但是境外旅客入住酒店不方便 又成為了障礙 中共多個部門日前發文要求各地 給境外人員住宿提供方便 引發網民嘲諷 外國人不想來中國的原因也令人關注 近年以來 中共多方鼓勵外國人到中國經商、旅遊 推出一系列的單方面入境免簽政策 但是外國人落地中國之後 面臨支付、住宿、景區預訂等方面的問題 其中在住宿方面 因涉外酒店接待資質等 部分酒店不接待外國客人 引發外國客人抱怨 在7月25日 中共商務部、中央、網信辦、公安部、 文化和旅遊部等7個部門聯合引發通知 要求地方相關部門、網絡、平台 不應以資質要求等作為門檻 限制女宿業者接待外國人等境外人員住宿 業者也不能違規發佈不接待境外人員的信息 所謂涉外酒店的規定最早是源於1988年9月頒布的 中共平定旅遊飯店升級的規定 其中提到所有新建飯店必須得到 飯店升級平定機構給予的 預備升級和旅遊營業許可證 才能進行旅遊涉外營業 2003年後國地陸續取消旅館業涉外住宿的審批限制 但事實上酒店接外的客人 酒店方面還需要向當地公安申報相關的資質 報送登記資料 根據中共出境入境管理法 旅館業治安管理辦法等規定 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旅館住宿的 旅館要向所在地公安部門報送外國人住宿登記信息 根據介面新聞報導 有些飯店因為成本考量 或是不經常接待外籍客人不願意主動申請涉外的經營資質 這個現象在經濟營酒店、中小營城市中表現較為明顯 部分飯店之所以不申請涉外資質 拒絕接待外國人入住 主要是因為覺得操作登記麻煩、繁瑣、害怕承擔風險 有來自深圳的酒店行業工作人員透露 酒店接待外賓時登記資訊嚴格 要將聖名、國籍、出生年月日、護照類別、簽證類別、有效期、入境日期、護照號碼等資訊 都登記在酒店、PSB系統裡 一旦登記錯了 輕的就判罰款處理 重的就會讓酒店停業整頓 對於官方七部門聯合法文要求改善外國人、內訪的住宿 很多大陸網民表示疾風 改革開放幾十年了 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違規發佈不接待信息 難道還有依規的情況? 戰狼玩不下去了嗎? 不要說老外了 在西藏香港人也麻煩 有網民說 外面人說這裡是孤島 落地即失亂 一邊歡迎人來旅遊投資 一邊弱化配套服務 開放一些好不好? 以前礦南京路一半都是老外 地段好的屋不受租客 中共的網絡防火場 也使外國人感到非常不便 還有網民說 並不是所有地區都是外國人想住哪裡就是住哪裡 比如內蒙的格正納奇 由於它境內有東風航天城 即是走傳衛星發射中心 就規定外國人 必須住在 開通了外國人身份信息常傳系統的 若干家酒店和賓館裡面 不僅住酒店 外籍人員住在中國的親友家也受到嚴控 根據美國之音近期報導 山東青島社區工作者韓先生透露 有長居海外的人 離居民家裡探親走訪 他們都會上門提醒要登記 事實上 中共當局對住宿業者的嚴厲管控 也不僅是對外國人 今年7月上旬 深圳一家中屋住戶 因為朋友暫住超過7天 未報官方 導致房東被罰500元人民幣 消息曝光之後 大陸網民直呼 是什麼時代 皮油研究中心 在2023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 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個人 對話持負面看法 而這些可能會被 在華的外國旅客帶來不適 中共新修訂的反間諜法 在去年7月1日起生效 內容擴大對違反國家安全標準的解讀 並增加了政府搜查 扣押和實施個人出入警禁令的權力 令外國人心感不安 今年6月 外國人遇襲事件 引發外界對中國社會緊張局勢升級的擔憂 日本駐華大使館 在蘇州襲擊事件後 對日本僑民發出警告說 最近中國各地人流密集的地方 好像公園、學校和地鐵 都發生了遲刀傷人事件 外出的時候請注意周圍環境 7月24日 美國聯邦政府指控一名 佛州柏斯科院男子 多年來充當中共政府特工 向中共情報部門提供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 和美國民眾和法輪功學員的信息 美國聯邦特工 在20日逮捕了李萍 她被控充當未註冊的外國特工 如果罪名成立 李萍將面臨最高15年的監禁 李萍在美國生活了30年 已經結婚 有兩個子女 並在柏斯科院游一間屋 根據起訴書 李萍是中國移民已經入了美國籍 從2012年開始 她一直按照中共情報部門的指示行事 收集關於中國異見人士、民主倡導者、 法輪功學員的信息 起訴書指出 中共利用李萍這樣的聯繫人、監視和恐嚇中國政治異見人士 李萍的主要聯絡人 是一位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官員 李萍創建了多個電子郵件帳戶 使用虛假信息和這名官員通訊 據說 李萍向中共官員提供了有關美國政客和自己僱主的內部信息 她還被指控提供法輪功成員的信息 在訴書描述李萍和國安官員交換的大量信息 和她多次前往中國的情況 7月25日晚間 強颱風隔尾 台灣叫海米 登陸福建省 蒲田市 秀魚區 登陸的時候 中山附近最大風力達到12級 颱風帶來猛烈的暴雨和強風 對南北多個省份 造成了嚴重影響 福建省內出現了大面積的暴雨和強風 部分區域遭受特大暴雨襲擊 房屋和樹木被摧毀 場面極其驚慌 颱風系登陸之後迅速向浙江、江西等地移動 並在26日傍晚進入江西 7月27日早晨 颱風隔尾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 繼續向北推進 官方報道顯示 福建、江西、浙江、廣東、湖南、湖北、遼寧等地遭遇到強降雨 瀋陽尤其受影響 出現了1951年以來最強的降雨 城區內水浸嚴重 多處街道和小區積水嚴重 有網民指出 這可能與視雄有關 福建省的情況尤為嚴重 颱風令到福州市和周邊地區的交通系統癱瘓 停工、停市、停貨、高鐵停運 受災嚴重的區域 包括漿州、廈門、泉州等地 大暴雨導致局部地區積水達到300毫米 民間描述說 這次颱風的破壞力好像每天降臨 深圳市、龍華區是26日凌晨 遭遇狂風暴雨襲擊 積水深達半米 大樹被吹倒 街道一片狼藉 梅州也因特大暴雨而發生水浸 很多地區受到影響 江西省的禁州 南昌等地在26日晚至27日早晨 出現了狂風暴雨 影片顯示 浙江多地遭受暴雨襲擊 大樹和廣告牌被吹倒 金沙灘掀起十幾米高的巨浪 前塘江也湧起韜天巨浪 浙江的溫嶺、金沙灘 和前塘江出現了嚴重的洪水現象 瀋陽的情況尤為引人關注 當地網民拍攝到的短片顯示 混河漲膠壩因為大雨導致塔壩洩洪 瀋陽城內的水浸程度罕見 有網民說 旗盤山的洩洪導致了小區積水城災 城市內積水嚴重 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和交通 儘管災情嚴重 但是中共官方對這個報導顯然格外低調 7月27日的早晨 微博和百度熱手榜上 都沒有任何關於颱風或洪災的消息 官方報導也淡化了災情的嚴重性 令到很多人對官方的態度 表示極大的不滿 多謝收聽本次的今日新聞 我們下次節目再會